可能你现在在听的是《神盲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也多谢你的支持,非常多谢你 现在来讲讲新冠 这件事是未完的 有很多人都觉得新冠结束了 现在有很多专家都出来说 千万不要觉得新冠结束了 因为现在新冠的变异很奇怪 在2021年年尾的时候 大家记得的 那时候就有新冠的Delta 新冠的Delta 很厉害,杀了很多人 感染力也很厉害 2021年年尾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Omicron 这个Omicron的变种是突然变出来的 而且那个变异很多 Omicron有三十多个特变 这些特变就令到 Omicron跟原始病毒很不同 这些变化就令到Omicron快速传播 Omicron这个普系 就成为了唯一有影响力的新冠普系 它那些后代 是超越其他的病毒组合 就进化 2021年年尾,即是2022年年头的时候 其实大家知道有一件事 就是Omicron的出现 Omicron是很成功的 在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就是 头三波的 就是Alpha,Beta,Delta 他们的疫情期的时候 就是 染了疫的人 生存到来的人 有很多都是再染上Omicron 其实就是 Omicron大爆发之后 就是令到全世界 基本上都是中了的 就是过去两年 2022年的年头到现在 新冠和Omicron 基本上是同意池 那些专家出来说什么呢? 专家就说 现在新冠是第五年疫情的 其实 情况有些改变 现在 高度突变的新型 新冠病毒 变种 就是JN.1 JN.1 JN.1 追踪辩议的 专业人士 志愿专业人士 他们没有收钱 没有政府给他们钱 有一部分 有部分 当然他们自己本身有份工是政府工 他们 就 叫这一只 JN.1 做Pirola 其实这一只 已经 佔据了全球 新冠的主导地位 其实跟Omicron一样 就是 不是由Delta 变成的 就是Omicron 不是由Delta 变成的 就是 这个 JN.1 又不是由最流行的 Omicron 病毒株 就是由当时最流行的 Omicron病毒株 变成的 因为之前 就是XBB 大家记得 是不是 XBB 分支 XBB 去到XBB 1.5 接着XBB 1.6 其实已经 没办法再上 那么 这个 JN.1 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Omicron BA.2.86 那里变成的 最初 BA.2.86 也不是很成功 但是 这个 JN.1 由 BA.2.86 变成的 它就很成功 这个 JN.1 它有三十多个额外的特变 结果 使得 Pirola 在基因上 跟Omicron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 Omicron 跟最初的新冠病毒 是不一样的 最初的时候 新冠病毒 基本上 那个传染性 不是真的那么强 你可以隔离 那些 就可以令到病毒 不传染 但是去到Omicron 就不一样 就是 Omicron 隔离也不是完全没有效 不过隔离完之后 好像没有东西之后 那些人又会爆发出来 就是 又会中这个Omicron 那现在 JN.1 看到 就是 看起来 就是 会 改变病毒的走向 在可见的未来 也是会 改变新冠病毒 疫情的走向 可见的未来 根据一些专家说 其他的变异病毒 都有可能 就是由JN.1 演变出来 那么 世卫组织 现在会不会用 希冽字母来承认它 其实 其实 世卫都没有说 这个JN.1 他会给 一个新的 希冽字母 不过 不过 那些专家 就开始说 世卫 就开始做错 那么 这个 其中一个专家 就是 Eric Topol Eric Topol 就是 加州 美国加州 Scripps Research Translational Institute 他就是 这个 新冠病毒的 权威 他就说 JN.1 这个病例 在 今年秋天的时候 即是北半球的秋天 即是 九月开始 开始 慢慢增长的时候 世卫组织 本来可以给他 一个新的希冽字母 就不是 避免了一件事 而 当 国际维生组织 世卫组织 宣布 B.1.1.529 变成了一个 关注变体的时候 这个叫做VOC Variant of Concern 他就给了一个字母 叫做Omicron 那么 在2021年年底 不同的政府都作出了回应 当然 坐飞机之后 坐飞机的人要限制 坐飞机之前要测试 然后还要戴口罩 那些 其实 一旦有VOC 之后 很多政府都会特别采取行动 那么 有些地方 就收紧了 他们 那些出行的要求 除了政府 出这些动作之外 其实做一个新的希臘字母 还可以 方便沟通 因为你说Omicron 大家都知道什么 好 好 也多谢Karen Ken 和Rita Hull 你们的支持 非常多谢你们 现在看到的就是 世伪 都没有 做一个 希臘字母 出来 给新的东西 其实 这个希臘字母 可以提醒公众 现在有一个变种 比较严重 这个变种 可能会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会有一浪 扭起来 那么 这个 世伪组织 只要JN.1 做 variant of interest 即是叫VOI 不是叫VOC 但是 现在 这个JN.1 真的很厉害 现在很明显 在很多地方 这个JN.1 已经 令到新冠 死亡的人数 就跟Omicron 的时候 是差不多 现在 可以做到 是这样的 所以 你说世伪 是不是有些事情做错了 现在有些专家 就知道世伪 就说 你不理会是不对的 即是世伪 你不理会这些事情是不对的 那么 我的看法 就是世伪 其实 他们也不想搞得太大事 因为如果他叫这些事情做VOC 的话 这个也是我的看法 很有可能 就是 那些人会太过紧张 那些人太过紧张 是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 我看法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不过 有其他教授也召唤世伪 加拿大安大略省 他那间 University of Uribe 他也是追踪辩议的专家 这个教授叫Ryan Gregory 他就同意加州教授的观点 托普教授的观点 他说 希腊字母 应该用来警告公众 即将来临的新冠暴风雨 而不是在暴风雨上岸才预告 他的说法就是 很多巨峰都没有命名 但是所有热带风暴都有命名 就是为了告诉别人 这件事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如果你等到住院率和死亡人数 这些滞后指标急剧飙升的时候 才给一个希腊字母的变体 就好像 一个巨峰吹过或者接近海岸的时候 才给他一个名字 他的意思就是好像香港的风球 会有个名字 即是有热带气旋 什么名字 即是你要来之前 你已经有个名字了 就不能够 他上了案你才给他名字 他没有用 还有就是 明尼苏达州大学 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 那个叫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 CIDRAP CIDRAP 他有另外一个专家 就叫Michael Osterholm 这个也是教授 他指定新希腊字母的权力 应该由世卫组织负责 就不是由公民科学家或者其他人 不过 不过 这个是新冠权威人士 不过 就不是说世卫做得对 世卫是有权做的 但是世卫好像做得不太对 接着呢 就说 Michael Osterholm 就说JN.1 就代表了这个病毒 一次非常严重的演变 而且这件事还未结束 这个新冠病毒还未结束 还有 这个John Hopkins 大学 他有一个负责 这个资料完整性和分析的 副主席 这个是博士来的 Stuart Ray博士 他就同意Michael Osterholm 的观点 就是 变种的名字 只能由世卫组织明明 但是 这个JN.1 如果有一个新的希腊字母 也不会感到惊讶 不过就算他们不敢做 也不会借他 这个Stuart Ray博士说 其实 以色列最早发现 这个BA.2.86 这个就是JN.1的前身 其实他们 以色列那些专家 已经出来说 他们说 其实 他们见过这个BA.2.86的情况 跟之前 其他新冠病毒都很不同 本来他们说 这个可能是BA.6 可以说是第六代Omicron 但是 事实上 就不是 事实上 BA.2.86 就是BA.2的后代 就是BA.2 是什么呢? BA.2 就是 隐形Omicron的病毒主 因为BA.2 实际上 没有大爆 在2022年的年初 发现了 但是 病毒根本很快进化 就是在新冠病毒 慢慢进化的时候 BA.2 其实 严格来说 已经 化石了 他为什么会突然间 由BA.2 变成BA.2.86 出来 科学家都没有办法解释 现在是 没有办法解释 那么 BA.2.86 其实是没有大爆 但是 为什么它之后 变成JN.1 又会大爆呢?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那 当然 新冠病毒的变异很奇怪 它不是一条直线的变异 不是由Delta变Omicron 接着由Omicron 就变成JN.1 它不是这样的 它最流行的病毒株 它又不是会不断变的 它不是这样的 它突然间又会有些不太流行的病毒株 又可以变得很厉害 新冠病毒 它难搞的地方就是这样 嗯 那么 河虎就说 香港现在感冒和流感 已经令医疗负荷很大 前几天去看医生 11点多到处 已经挂牌暂停登记 其实 现在 呼吸道疾病很严重 但是国内也是很厉害的 这些事情 没有隐瞒的 有些人说国内一直隐瞒 其实国内一直没有隐瞒 是什么都说出来的 是你们不相信他 问题是 一直都有呼吸道感染 其实是有疫情的 你们是不相信 别人有公布的 又说别人隐瞒 又说别人是新冠便宜搞出来的 其实 现在这么说 你说在内地会不会有JN.1 现在我认为内地一定有JN.1 是一定有的 还有JN.1 是会令到很多老人家 都有重症 就是Omicron 过了之后 他们的老人家就没有事 现在JN.1 就可能令到老人家也有事 就是我说过事实而已 那 这个JN.1 现在是很厉害的 世卫组织就叫做 VOI 就是它叫做variant of interest 就是大家要留意 但是那个警报级别就低过VOC 那世卫组织 为什么会 将JN.1 归类为Omicron 呢? 他就说 就是 这个Omicron 和JN.1 都是足够相似的 但是 现在的情况是 有些分别 其实就是 那 那 那 之前还有XBB.1.5 是很厉害的 但是这个JN.1 又不是由XBB.1.5 那里来的 就是XBB.1.5 最初也很厉害的 但是现在已经被JN.1超越了 其实就是 那JN.1 现在 其实是全球主导地位的了 这个是 那 那 当然 JN.1究竟会不会 再变其他东西出来 这些 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 究竟会不会说 现在JN.1 轻完之后 接着又在XBB.1.5 又再变其他东西出来 根据专家的说法 这些是没有人知道的 还有现在 就是 那个医疗系统 受到的影响 就是在JN.1那里 在很多国家都已经看得到 当然 世卫组织 他们会不会说 之后再做一点点 就是 让大家可以 有些共识 就是 对这些变异的分类 做一个共识 他们就说 有的 他们说今年之后 他们就会 做一个新的 变异分类系统 就是 那些变异分组 接着 看一看 遗传的相似程度 还有 有什么关键突变 还有 看看他们引起的症状 有什么差异 他们再分一分 这个赞先生就说 国内流感跟去年差不多 今年 戴口罩也多了 其实 除了流感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东西 现在不是一个新病毒时代 因为现在新冠病毒的演化 是很难预测的 但是看到的东西 就是JN.1 在免疫图日方面 就是 有领先的一步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他就说 因为 他在变异 有三十多个变异 是关键的 究竟 下一个亚营 会在哪里出来 有些专家说 可能会在JN.1 一步变出来 但也有可能 就在其他分支那里变 你说好像没有说过 那样 我就告诉你 又不是的 其实 有些东西都说了给大家 他最主要的信息 就是告诉大家 新冠未完 那些人 个个人都觉得 新冠结束了 不理 市面上 有些人根本 现在已经是要 入ICU 那些不理 有些最危险的事情 就是 那些人 大安置疑 觉得什么事都没有 现在 其实每个月 都有几千人死的 很多地方都是 不是 不是说笑的 很多地方都有几千人死的 还有很多人是有长生官 长生官是会自残的 其实 那好吧 那 算了 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晚 尽量安排 九中聚 多谢大家的支持 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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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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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